演秀声林奇境,不仅人气得到验证,配音技术也得到专家和同行的肯定,主持人凯书临时刁难王源,让王源配了《白雪公主的巫婆》,这个配音作品谈不上精彩,只是搞笑,而王源精心准备的两个作品,都可以打80分以上的分数。 一个是张艺山主演的网剧《七个我》,一个是经典动画片《狮子王》,这两个角色都很贴近王源,很符合王源的音色,王源的感情也运用得很到位。 那么问题来了,假如王振凯和易阳千玺,来参加《商林奇境》,该选择什么影视作品来配音呢?毕竟他们一个刚成年,一个未成年,声音还没有完全定型,适合他们的作品不多。 北京青梅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CEO,知名于平人吴清宫,提出了三个条件,第一,尽量选择在湖南卫视播出的电视剧,第二,尽量选择票房高的电影,第三,尽量选择拿过奖的影视作品。 所以我给王振凯和易阳千玺,选择了四部影视作品,粉丝们要是有更好的候选,也可以在下面评论。 王振凯,《狼牙榜》二刘浩然,《山河故人》董子健,之所以选择这两部作品,因为《狼牙榜》系列电视剧的口碑极高,豆瓣评分也高,很多前辈都在《生林奇境》里配过。 而《山河故人》更是入围国嘎那,金马奖,上《塞巴斯迪安国际电影节》,是一部优秀电影。 王振凯正好和刘浩然,董子健参加过《真人秀》高能少年团,他可以向这两位兄弟讨教心得,这两个角色的年龄也和王振凯年龄差不多,不会有太大的反差。 易阳千玺,《旋风少女》杨阳,《徐梦环游记》男主角,一直觉得易阳千玺和杨阳的感觉很像,都是可以高冷,可以亲切的男神,《旋风少女》这部电视剧在湖南卫视很受欢迎,可以加分。 徐梦环游记是2017年的票房黑马,易阳千玺的感觉和男主角挺像的,而且易阳千玺英语这么好,稍加练习,可以挑战英文人版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3214233223234204478